二加二到底等于多少 家放久了 脑子还能转得过来吗 这天小白气冲冲的来找老师 你看 老师一看 这孩子不上学都要上天了 你这二加二错了 应该等于四 不等于二十二 什么鬼 小白狠狠达到 就是二十二 老师很不爽 给你个松果糖豆 还要给我耍五连鞭吗 小白直接摔鼻筒 扬长而去 得了 叫家长吧 老师说小白二加二等于二十二 你们怎么看 家长反而很生气 你不能限制孩子的想象力 你看看我们左岸人是怎么教孩子的 小白爸直接来了一段 谢谢啊 老师站起来还想继续争辩 结果就挨了一大瓜子 这都什么家长啊 没两天校长来找老师了 家长投诉你了 赶快去道歉 什么鬼 他们打我 我还道歉 有没有天理了 可你告诉小白 二加二不等于二十二 这就是对小白的偏见 你阻碍了他成为一个自由思想家 老师懵逼了 二加二等于四 难道不是真理吗 然后两个人吵来吵去 没有结果 第二天事情越闹越大 一大群家长堵在学校门口抗议 什么捣乱的都有 暴动了家长们要让学校 好好整治这种顽固思想 不喜欢孩子当什么老师 老师就这样被送上评审会 他表示 这事至于这么严重吗 大领导很直接 这事极其严重 家长都起诉你了 老师彻底疯了 起诉我什么 妨碍未成年人心智发展 你造成了家长群暴动 这是你教育的失败 失败 我只是告诉小白 二加二等于四的数学真理 大领导很不屑 这是一个开放性问题 答案会有多种可能性 老师还想继续辩解 笨蛋 老师就这样被开除了 然后事情闹得更大了 二加二到底等于多少 这事被全国媒体吵得沸沸扬扬 老师在家看电视 满屏幕都是头版头条的报道 举国都在探讨和指责 这种教育理念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正看着财务打来电话 明天过来结算 结果学校为了和老师撇清关系 请了一大帮记者现场直播 校长出来说我们教育了老师 但是他执迷不误 今天正式解雇 这是你的工资 上个月两千 这个月两千 一共四千 老师一听 不对 一共是两万二 二加二等于多少来着 你说说这什么学校 工资正好两千加两千 这不往枪口上撞吗 财务给我出来 脱离了根基的四亿想象 王好了说是天马行空 可实际上就像撒了线的风筝 只会飘向看不见的远方 说实话 这种看似荒唐可笑的事 在有些地方真的一直在发生 自由过了头 真的就把现实世界变魔幻了 难道不是吗